大公報 許多謊言是文言 2015年7月26日大公園A 20文化十感嫌揮聞有些看字也時會莫名其妙地走運和走紅的 譬如真誌 當年深圳環是一個直直無聞的林海小漁村市 這字曾經我許多生癖字一樣 照例時他認得我 我不認得他沒幾個人讀得出來 如今 深圳名滿天下 說天下無人不識真 恐不諱過 如今 託字也有暴震字的後塵之細了 如果 說真是自以地名的話 託字的走紅 則是自以人名了 想必許多人以通過查字典 百度搜索等方式 開始掌握了這個字的正確讀音 託 漢語字典是這樣解釋的一 中國一種約略計算長度的單位 以成人兩臂左右伸直的長度為標準 約合五時尺 二 聖時 突然聯想到一些所謂的謊言大轉 甚至於一些地方紙書上記載的所謂地方謊言 實在是誤會多多 譬如畢地有個小策子 專門說到了一個詞 一託長 也諸若 兩手伸開的長度 有沒有搞錯 拜託 這些人編策子前查不查字典 你確信你所謂的謊言不是字典上的一託長 而是你想當然的一託長 作為一種語言的變體 謊言可分地域謊言和社會謊言 顧名詩二 地域謊言與地域相關 是全謊言文語言在地域上的投影 社會謊言則不以地域為皆 哪怕同一地域也可能因爲職業、階層、年齡、性別、文化教養的差異 而使用不同的語言 所謂不可同日而與世也 於是從前的江戶黑話、如今的網路語言 一旦在某些範圍內流傳 也可能成為固定的謊言認識 必須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謊言的存在 也必須承認謊言具有文化的、語言的、歷史的、社會的、民族的、審美的、地理的、變質的、傳承的意義 但這個世界上的許多事情正是 怕就怕假文化、假文明之名 行實際上的反文化、反文明、一託長之類的謊言 大底如此 患是以手頭能收集到的、紙質的、網上流傳的所謂謊言為例 這些流傳甚廣被人似為謊言教材式的東西 大多數是如龍混雜、真偽莫辯的、尤其是不經心之際的核寫亂意 某種流傳可能在整體上傷害語言文字 也可能從破壞語言文字的層面拉低文化當次 叫做出一種世界上本來沒有 介於半文盲與半素盲之間的過渡式語言體系 網上很容易守到一個武漢謊言大轉 有許多所謂謊言 簡直連小兒科也算不上 比喻再稱呼用語一藍中 出現這樣的謊言 老德等於爸爸、老娘等於媽媽 這也算謊言 在這種謊言面前 我早已笑云 連糾正一下的力氣也沒有 令我一些謊言 看似有點道理 也實在是不值一襯的以我傳我 比喻把農村的簡易廁所寫成是茅屎 如果你要少有點文化的人們讀茅屎 他一定要讀作廁所的刺 車字 殊不知 在農村大爺門口中的茅屎 正是茅屎詩 二字 譬如夏天來了 男孩子們喜歡上身赤裸 他們的謊言卻認定他是打赤巴 其他赤巴也就是字典上的赤薄 二字 還有一個在設三陣上空的漢馬 有寫成把馬養的 也有寫成巴媽養的 就是沒有人相信 那最可能是字典上實有其字的寶母養的 謊言中婆多此類好為人師的謊言師傅 他們恐怕是既不懂文言 實際上有不懂謊言的了 謊言也是文化的根 是享受的載體 對一個人的教法作用是潛意默化且影響中生的 鄉音無改並無需 正是謊言教化的名證 由於歷史與地域 民族與文化的交互作用 同樣的語言文字 可能在不同地區 不同人群中有了意質化的呈現 謊言這種的文化正是體現於語音 語法、詞彙等方面所形成的極大的差異 但是在書寫謊言時 為了避免鬧笑話 仍且緊記確守文化的根 確守文字的根 再舉一例 武漢謊言多個版本中 有一種漢味文後語被寫成做摩斯黑 涉以為狠不合黨 無非是讀音有意 直接寫成做摩斯去 應該更為正確 能用正確的文字寫出來的 千萬得要去生做一個坑後人坑文化坑方言的白字 確守文化的根 確守文字的根 需要謹記 很多方言其實是文言 文字的淺近與深奧 文字的通俗易等於竭屈奧牙 很多時候是因時而異的 在份古學者們眼中,後世以為奸傲 必當時所謂通俗淺近者而 換言之,古代的白話 後來就難免成為了文言 而從前的文言 在後來也難免留變為謊言 比如,讚美一個孩子 大多數的謊言版本都認定是令省儀 其實進書 王顯傳上已出此語 何蜜魯語 生寧卿兒 寧卿兒 是古人專門教我們讚美孩子的 你可以說你不會捨 但又何必再造作呢 很多方言其實是文言 與惠不信 請回憶一下我們的祖母背的口語吧 小時候祖母有許多口頭禪 你莫登我知乎也者的 小人窮思藍意 知乎也者 純粹的文言用字 小人窮思藍意 則是孔夫子的原話 祖母祖以教你文言了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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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